超过50国的防长大阵仗齐聚北约总部比利时布鲁塞尔商讨俄务危机 除了谴责俄罗斯新一波攻击外也承诺将给乌克兰最新的防空系统 北约还硬碰硬下周就要开始核武演习将有14个国家参与 乌克兰发出爱的喊话发布一支41秒影片背景音乐是法国证明浪漫歌曲 字幕写下比起玫瑰花或巧克力没什么比155毫米的凯撒自走炮更浪漫了 简直就像是写给法国的一封情书而法国总统马克宏也立即回应 马克宏表示除了自走炮未来举州还将提供雷达和防空系统 来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无差别飞弹攻击 英国也跟进宣布将提供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 还加码数百架无人机跟18具榴弹炮 同一时间联合国大会12号以压倒新票数通过决议 谴责俄罗斯非法併吞乌克兰领土 但中国不给普丁面子投了弃选票 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 透露华府正在拟定计划 一旦普丁使用战术核武就等同签了自杀遗书 美国就会启动斩首行动 而普丁13号抵达哈萨克参加亚新峰会 传出他很有可能会与土耳其总统埃尔顿会面 进行停战谈判 普丁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全世界都在看 动作新闻国际中心 中国报道